給多點鼓勵我們 隨著當局宣稱 上海兩個區已實現社會面清零 中共亦陸續發布一系列措施 試圖強力重啟經濟動能 上海市16號公布首批復工企業白名單 包括666家公司 以汽車產業鏈相關企業為主 佔比37.7% 4月19號 特斯拉上海超級工廠 正式恢復生產 同一日上汽集團旗下 上汽乘用車 臨港工廠 在復工復產壓力測試下 搜台整車翼下線 但由於上海疫情形勢依舊嚴峻 所謂全域靜態管理並未解除 很多社區 還處於風控或管控狀態 企業所需員工難以全部到位 一是符合條件的員工 人數本來就不足 而且部分小區物業 和居委會不應復工復產文件 不放人出小區 再加上即便開放的小區 也隨時可能因為出現陽性病例 而被調整狀態 由於人力限制 不少整車廠 只能採取單班工作制 代替通常的兩班制生產 再加上物流和供應鏈採購的限制 都影響復工後的產出水平 雖然中共國務院副總理劉鶴 18日提出要使用全國統一通行證 強調不得以等待核酸結果為由 限制通行 試圖確保物流和供應鏈運營 中共工信部 也向上海派駐工作組 力保重點企業 和重點產業鏈 但分析認為 中共這種頭動醫頭 腳痛醫腳的做法 解決不了目前的困局 你自己這塊可以了 你上游和下游怎麼辦 它需要整個全社會的貫通流動起來 而那個整個鏈條的 全環節的暢通 它根本是做不到的 因為這個封控 應該封城這個措施 它是個全面性整體性的措施 就像一個人 一個僵硬的屍體裡面 只有幾條麥在運轉 那這個人還能活得過來嗎? 知名經濟學者 朗咸平18日發文表示 這是一個好的信號 但世漢滿足防疫條件的不多 還有擔集的問題 會令很多企業退縮 實際上獲得政府青來的3M 杜邦、BASF等外企 質疑官方 將防疫責任轉嫁給企業 而拒絕了 上海市政府的復工要求 從中央來說的話 分個369的 要以各個擊破 最重要的還要去利用 最終來達到自己的目的 接著 大方 雙方 我們看到